我送童谣回去 我是战队队长 我有义务把他送回战队基地 我是他前男友 前 那就是过去世了 走 姚姚 我知道你输了比赛心里不痛快 但是你也不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 更不能拒绝所有人对你的关心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过去确实是我错 我不敢撒谎 也不应该嫌你反而不去解释 现在我明白了 姚姚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 我连游戏都打不好 你的每条新闻我都会去看 看到你过得好与不好 我都会难过 你好的时候我难过 因为让你开心的人不是我 看到你不好的时候 我又会想陪在你的身边 虽然这些话应该在你清醒的时候跟你说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复合吧 好吧 队长大人你终于来了 喂 姐妹快醒醒 一会儿来接你了 我怎么觉得我好像看到我们队长 他凶神为傻地看着我 好想要把我扔到海里去 那我明天开场给你捞湿 他怎么做成这样 他心情不好 我又怕他闲着跑到网上去看那些风言风语 结果没想到 喝大了 哪里 我喝的是冰红茶 闭嘴 怎么在梦里还这么凶 我先带他回去 我送童谣回去 我是战队队长 我有义务把他送回战队基地 我是他前男友 前 那就是过去世了 走 你又想干吗 送童谣回去 有诚哥呢 你去干吗 让他们孤难寡女单独在一起吗 我不放心 简阳 你和童谣已经分手了 我会来说 你给我好姐夫 有心里 我可以带他去阶活 我做一个小山 我去招待 有心里 你另一方 不应该把我的 你 你可以 PM 我的 我 你 你 不知道 我 我拖鞋 拖鞋掉了 我的拖鞋呢 我手伤啊 我要穿 你又不走路你穿什么 才这样把你扔下去了 穷 穷穷 穷穷 你怎么到哪儿都这么穷啊 你这不能善良点吗 背着你已经是我最善良的举动了 孩子 你知不知道 电竞比赛有输赢很正常 知道 这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吗 那你知不知道 无论别人怎么喷你 都影响不了你成为一名 优秀的电竞选手吧 我知道 所以我根本不在乎 那些喷子那样的 我不是因为输赢 或者是那些言论 或者是自己的自尊辛苦的 我是不喜欢拖累队友的自己 焦虑 不安 自卑 自负 我真的能打好职业吗 我真的会这个游戏吗 我真的会玉藻前这个是什么 简阳他们都不理解 其实 玉藻前对我来说是 是一种信仰 对 琼哥 如今我信仰都崩塌了 我该怎么办才好 也要赢的决心 建立新的信仰怎么样 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试了就知道 你要知道 你可是名声 从几百人里面选出来的 你是一摊眼光吗 我也可以教你 诚哥 你骗人 你那么强 怎么受得到这种侮辱 这种是你陆思诚教不来的 你那么骄傲 你怎么不说话 突然觉得你说得好像挺有道理的 好 醒醒 对啊 你现在这样回去 小瑞肯定骂你 我去给你买新酒药 你在这里等我 你 等什么的 你也这么拽过我 还差点把我拽倒了 我想这么做很久了 你要倒了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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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了吗 没有 给我五分钟 我 特意差了不起 我从这儿走到小区门口 都要十分钟了 万一会儿有色狼怎么办 色狼看不上你 也是 你去吧 我在这里不乱走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尾声 你不来 我绝对不走 你这喝醉酒了还挺有文化 还知道引进据点 行 那你包好吧卫生 笨蛋 我才没有醉呢 吃什么新酒药 我刚刚还在跟你聊人生理想 要多庆幸我多庆幸 要还给你吃 我四分钟 你可以喝 你美满 我会烫 你一个人 吃吃吗 你一定吃